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1MWC上海 随着全球不断强化疫情防控 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复苏 这次我们邀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军 卢主任好 你好 大家好 卢主任对于5G在医疗工作当中的应用 有着很多拙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想请教一下 迄今为止5G医疗的发展情况如何 涌现出了哪些受欢迎的应用 带来了哪些改变 5G是作为新一代的通信技术 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应用 尤其在我国5G整个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 像在我们医院已经铺设了将近800个5G的基站 我们的医疗从我们的设备系统 到我们整个的一些医生之间的业务互通 都可以在5G的支持下有了一个快速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尤其是5G对高通量低食炎的这种移动通讯 带来的这种优势 给我们的医疗更多的带来的移动性 我们很多设备可以在5G的支持下移动起来 可以让我们的一些移动终端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有利于医生对患者的治疗 5G最终要支撑的还是我们的智慧医疗 对我们的医疗的保障水平提升 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意义 尤其是有了远程医疗和互联网网络 这样可以把5G的终端的使用 和我们人工智能的终端的界面结合起来 让我们的医生和患者可以随时沟通 随时得到医疗照 谢谢 那么在推进5G与医疗行业深度融合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障碍痛点有待我们解决 特别是在生态产业生态这个领域 那么期待产业组织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实际上5G智慧医疗的应用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全行业的配套的 一些技术的发展的平衡问题 我们知道5G智慧医疗的应用是需要一个产业生态圈的 所以我们在号召了全国一百多家医院 还有几十家企业 共同的参与我们5G医疗卫生行业的这种标准研究 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研究 通过我们实际案例的测试 真正的了解到5G到底能力有多少 我们如何把5G的通讯能力 跟我们的人工智能 跟我们医生的使用结合起来 如何能让我们的医生更多的发挥他的工作效率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验中建立一些模型 去测试明天出参数来 同时把这个参数推广出去 到我们的合作方 大家共同去执行这样的5G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样才有可能推动我们的新技术多地 但是5G它毕竟代表一个新的时代 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机构之间的共同协同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行业组织 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共享我们的一些标准 一些流程、一些协议 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生态环境下 去享受5G智慧医疗所带来的便捷 和带来的一些价值 但是我们相信有了行业组织的帮助 那么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我们的发展进程可以大大加快 同时有了行业组织的联络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参与方加入到生态圈的建设来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就是 昨天举行了最新一届的全球行业组织 圆桌会议 这些GIO 那么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点 包括有哪些感受跟我们分享的 在数字技术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机构之间的协同 所以GIO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 联合全世界的相关行业的专家 对整个5G发展的现状 对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都做了相关的研讨 这个知识功能是个行业性的 它不是归属于某个企业、某个机构 展望未来 我们5G与医疗行业深度融合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包括发力点有哪些 我们第一件事是要行业标准先行 我是这个研究课题的牵头方 我们已经联合了200多家医院和企业 来共同探讨基于医疗质量控制需求的 5G应用标准 这样把5G的技术参数 和我们的医疗质量控制标准结合起来 所以标准先行可以引导我们各家医院 按照统一的高标准 统一的通讯质量 统一的技术参数 这样有助于我们互联网加医疗 快速地在全部普及 这个需要我们各方各参与方 共同努力 共同地推动整个行业圈的发展 那么又是应该以哪一步为起点 我们在起始点的时候 首先是筛选一些5G应用的案例 包括人工智能的应用 同时也结合一些医疗器械和删的设备等的应用 经过反复实验在多家机构进行实验以后 最后凝练起来统计起来 它就是一个行业标准 对形成行业标准 同时通过这种方式 一方面是形成一个应用的这种基础参数标准 另外一方面也建立了业务流程的一个规范 所以对我们快速推动这样一些互联网医疗技术 和这种医疗模式是很有帮助的 在我们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公众推进当中 5G智慧医疗也将迎来一个整体性的飞跃 从而是更好的普惠大众 最后也是感谢卢主任 接受我们这次采访 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